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 随着2024年双十一开启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 称知名主播刘远远 在直播间推销一款学链机时 宣称的破价随移 10月12日 记者在刘远远直播间看到 主播介绍了这款学链机 运藏的巨大价值 随后喊出 你觉得价值多少钱 它定价是4399 并表示没有人降过价 没有人破过价 大家很多人买 是不是3999就到头了 同时主播出示了一张 在其他电商平台上 该学链机旗舰店 10月7日销售同款产品的 放大截图 在这张截图上 价格4399被放大突出显示 最终成交价却被遮挡了 而10月11日 记者在天猫和京东 查询同款产品的价格 价格均为3999元 对此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吕莱明表示 这种行为属于虚假折价 虚假价格比较 及采用误导性语言 标示其他价格信息的行为 属于价格欺诈 消费者可依法要求经营者 承担惩罚性推偿责任